香根異傳的特殊配色 我們就來跟大家介紹一下裝鞋有什麼特色的地方 HELLO 大家我是你的嘉楊哲瑞 2023年已經就這樣結束了 2024年開始我相信大家在台北馬之後 應該已經沒有什麼特別的賽事規劃了吧 要來也就是應該在三四月份 才可能陸續開始有一些海外的馬拉松 但我接下來今年我就有一個很大的目標想要跟大家分享 在今年到明年就是我30歲以前呢 我很想要挑戰一個不確定有沒有人完成啊 但我想要在這兩年內想辦法把世界六大馬拉松跑完 當然已經好像快要變七大馬了 所以我要趕快在這兩年內把這六場跑完 那我自己的預計呢 今年在四月份倫敦 我目前看有一些名額釋出 但這個慈善名額 哇看到真的是嚇到吃手啊 太可怕了 那個慈善名額大概要接近快十萬的費用 然後年底我自己規劃可能會去柏林還有紐約 所以今年目標是要跑完三場 但哇那個價錢真的是太可觀了 所以接下來為了這幾場比賽 我們要更努力讓廠商看到我們 今天我就來跟大家開箱的是我手上的這雙 Nike最新推出的AlphaFly Nexpa第二代 怎麼還有一個袋子 沒錯就是我手上這雙香根異傳的限定配色 打開裡面可以先看到還有贈送一個這個 Air Zoom的鞋帶 那大家來看一下真的香的來了 哇 迫不及待跟大家分享 蠻厲害的 至少它沒有那種澆水味 可以看到整體的設計上 真的是一分錢一分貨 它賣到這麼高的定價要一萬零三百元 果然在實際近看上面很多細節還是做得真的很好 那它的配色算是Nike蠻經典的 它幾乎在每一代的進階頂級跑鞋裡面 一定會有兩個顏色 就是一定都看到兩雙都是這種螢光綠 或是兩雙都是這種螢光粉 那它就是直接把兩雙合體 在今年的香根異傳當中 也有很多選手來使用 甚至在第四站的區間賞 第四棒的區間賞 就是穿著這雙跑鞋拿下的 所以非常厲害 那這個鞋的編織設計 大家可以仔細看一下 其實它的透光程度很高 但它的編織布面 在實際穿在裡面的時候 其實你的腳背感受 會覺得它的包覆性很好 不會有那種 以往有些finding布面 可能會在舒適度上 追求比較舒服的狀態 所以你在實際高速跑動的時候 你會覺得腳背 有一點點沒那麼穩定的情況 可是在這一代AlphaFly 二代其實完全沒有這樣的感覺 那大家可以看到在腳入口這個地方 它的鞋舌是採用這種 一體式的編織鞋舌 所以它在穿脫的時候 你要稍微把這個前後兩個拉環撐開來 不然其實它這個位置有點窄 在網內穿的情況下 其實有一點點不太好穿脫 但也因為這樣 所以它的包覆性其實是很好的 不會有腳跟鬆脫的情況出現 還有第二個就是在腳跟的位置 可以看到這個突出來的竹跟背的位置 其實它是比較外的 但你仔細看這個地方其實是外然後往內凹 所以它在鞋跟的位置 加了這些一點點填充物 讓你的腳跟穿在裡面的時候 其實包覆性是很好穩穩的被保住 但是又不會有那種磨腳跟的不舒服的情況出現 但還是要必須先講一個缺點 這雙鞋還是跟第一代一樣 在足弓內側的地方 會有這種推頂感很明顯的感覺 就你會感覺你穿進去還沒有開始跑 你光是在走路的時候 你大概可能穿個十分鐘 你就會覺得竹跟這邊 因為它有稍微加高的這種設計 可以防止你左右有那種不穩定的情況 可是也因為這樣 你的竹跟會一直被頂住 會其實有一點點疲勞啦 我剛剛這樣穿著走大概十五到二十分鐘 你就會覺得竹跟非常酸 就有種好像不友善給低竹弓或扁平竹的跑者 就是我 但這個情況其實在跑步的情況下 會有一點點不見 就是竹跟的推頂感啊 在實際跑動的狀態 其實它就沒有這麼明顯的存在 有一個東西推著你的感覺 反而它會讓你跑步的過程當中 會覺得它在落地要往前推進的時候 你的腳會穩穩的被包在這兩側裡面 不會有那種左右傾倒的情況出現 所以穿著這雙AlphaFly Next part 第二代 其實我剛剛在穿起來的感受 相對於VaporFly 2或VaporFly 3 實際跑起來的感受 你會覺得它的左右穩定性其實是比較高的 因為其實如果你仔細看 它鞋底的寬度啊 其實是比Next part 2代 VaporFly 2或VaporFly 3 還要稍微再寬一點點 所以落腳穩定性其實是比較好的 既然講到鞋底 我們就來看一下鞋底的設定 其實它大底的設定啊 可以直接看到裡面就有它的這個 推進碳板在這裡 而且一大塊的外露 然後比較有趣的地方是 其實仔細這樣看 你看得到一體式的碳板穿過去 所以可以看到一體式的這個碳板是外露之外 也可以看到前掌這個地方 有加載了兩顆的AirZoom 就是氣墊 那這個AirZoom也算是 Nike在籃球領域 一直蠻厲害的一個科技技術 然後這次它把 非常厲害的這個AirZoom 跟中底的這個Zoom X 兩個科技結合 你就可以感覺到在落地的時候啊 中底的這種材質是非常軟Q的這種情況 在往前延伸滾動到前掌的時候 又可以帶動很好的這個推進感受 所以整體啊 在落腳的感受 我個人認為 在跑動的狀態下 如果你用腳跟著地 有一點怪 會有點煞車感很明顯 因為它的後跟其實是上削的 所以你從這邊落地 其實是踩不太多東西 甚至會有煞車的感覺 但如果你可以做到中足落地 其實往下的瞬間 會有很大幅度的感受是中底啊 有一定程度的潰縮 幫你緩震第一階段的這種 吸收強度的震動 那第二個階段 在身體往前準備滾動往前推進的時候 其實你就可以感受到這個AirZoom的氣墊 幫你往前推的感受 但如果我剛有嘗試做比較激進的跑法 就是我用前腳掌落地 然後直接往前 在這種情況下 其實你可以感覺到 如果你的前掌落地的瞬間 在前掌落地只有氣墊的情況下 其實軟Q程度就沒有後跟來得這麼軟Q 所以剛講了 如果我用前掌著地啊 Q軟程度的感受可能會有 我覺得7到8分左右的這種軟Q感受 但如果你用前掌落地 他的軟Q感受可能就只剩5到6分 其實有點差距 但推進感受就相反了 剛剛軟Q這邊是7到8分 但如果你從中足落地再往前推進的這種感受 我覺得大概就是5到6分溫溫的感覺 但如果你是用前掌落地的話 你會感覺很暴力的持續被推走 我覺得他就有大概7.5到8分的這種推進感受 所以落地的位置不一樣 他的感受還是有點不同 但我會推薦大家如果要穿這張跑鞋的話 還是建議用中足落地 會是比較穩 比較溫馴的跑法 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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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敬禮一下 感謝魔幻盾 還有Alltogether提供我這張跑鞋 可以開箱給大家看 大家如果對買鞋有興趣 可以到他們門市去參觀喔 但講了那麼多 大家應該不是想看這些科技啊 其實還是重點回到這張鞋的配色上 因為畢竟這張鞋已經推出了我應該印象中超過一年以上 2022年應該就有這張鞋 喔沒有 這樣可能已經兩年了 所以這張跑鞋其實推出已經一段時間 但特色啊還是在這個鞋子的配色上 其實可以看到竹根的位置 粉色的左腳呢是1920 那螢光綠的這個右腳呢是2024 所以代表著今年相跟異傳 雖然大家都說是100週年 但其實應該不是100年啦 因為他其實在第一屆跟最後一屆 就今年這一屆其實是總共經歷了100屆的這個相跟異傳 中間有大概5年是沒有舉辦 那過程我們剛剛查了一下 應該是因為當時候在二戰期間 所以比賽沒有辦法進行 但比較厲害的是 在這幾年COVID期間 竟然都是有順利舉行的耶 所以他的時間只有在194幾年的時候 中斷過5次 但是不會有連續 就是中間是斷斷續續的舉辦這樣 那比較特色的除了這個腳跟的年份之外 他在斜舌的地方有一點小小的巧思 那在這個腳背這個斜舌的地方 也有這個每一代的香跟異傳限定配色都會有logo 所以整雙鞋比較特色的地方 相對於前幾代可能是單色 純色系的這些logo點綴 今年蠻大膽的推出像這樣的 兩腳不一樣的限定顏色 所以我覺得這真的是很有Nike家的感覺 就是Nike就是喜歡這種螢光的色系 然後會讓大家一看就 欸這個是Nike鞋 其實仔細看他的 你仔細看他的那個鞋面還是進一步的蠻厲害的 但我剛剛仔細看我這雙二代 可能有一點點年代了 這雙Vaporfly二代 你看這裡已經給我這樣脫腳 跑幾公里 跑幾公里 這個不能拍吧 啊算了 反正我們也是自己買的 這個應該一百多公里就這樣了 但二代那時候好像真的蠻多的 有這種脫腳的情況 好啦那以上就是這一次跟大家開箱的 這雙Nike AlphaFly X8第二代 相跟異傳限定配色的這個鞋子啦 那最重要的還是要跟大家先預告一下 如果你看這雙二代 它已經推出了一兩年 有點覺得不夠贏的話 沒關係 我們已經搶到最新上市的 AlphaFly第三代 也就是Proto配色 我跟你講我那天在電腦前面 一直按一按 沒搶到就是沒搶到 我後來直接加價買到了 這雙的定價是一萬零三百 你知道我後來入手價錢多少嗎 一萬三千元耶 哇真的是被炒價炒起來的鞋子 好啦最後還是要跟大家預告一下 我們接下來在可能一月底二月初 就會推出Proto的這個開箱 那除了這個之外 今年有很多的這個企劃 想要去挑戰海外的馬拉松 應該在三月份 也有可能去跑熟了啦 目前還在評估 好啦最後還是要跟大家講一下 如果你覺得我們影片真的做得不錯 很想要給我們一些鼓勵的話 可以點一下下方的超級感謝 我們真的會非常非常感謝你 好啦我是你的家人隊 喜歡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介紹我們年度的海外企劃準備 開始舉行了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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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